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延伸桃园一对夫妻确诊 市府也公布两人足迹 并表示将会采更高标准与速度完成后续匡列 这个新北市的幼儿园群聚感染事件 需要跨县市的合作 也需要区域的分享防疫资讯 因为以新北市这27位确诊的幼儿园的儿童以及家人 那么其中衍生出来居隔范围有37位 那目前在集中检疫所还有37位 他的这个居住地是桃园 那因此我们也都密切去追踪这个居隔者的相关的这个足迹 市长指出新北市幼儿园群聚事件需要跨县市合作 也要跨县市分享防疫资讯 桃园按照最快速度做Delta追踪 希望透过多次裁检与扩大匡列与确实异调 加上跨县市合作 希望建立起社区防线 截断可能的传播路径 记者吴永淳 桃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